鮮色彩的围巾红蓝相间 穿插着图案变化 不只抢眼还兼具设计感 大大的台湾字样 更增添了些许元旦过节的氛围 这可是今年 辅方认证的限量元旦围巾 不是想买就买得到 第一波三万条 推出短短一个月就抢购一空 在我们设计团队里面 我们又想到就是说 因为台湾是一个 所谓的多元的族群 所以我们就还加入了 就是客家的那个铜花 跟我们的那个原住民的图腾 结合台湾各民族图腾 象征团结融合 却依旧保有国旗蓝天空底传统 更结合现代人爱用手机的习性 在危机设计可置放手机的口袋 还取名祈福迎新带的名称 那有了口袋的构想 我们又想到就是说 增加了这个台湾的图腾 能够让就是有一个台湾 在上面就有台湾纳服的那种感觉 和去年庆舰会推出的元旦围巾 比一比不止颜色更加丰富 也多了设计感与实用性 材质使用上也有别于 以往的普通材质 特别使用仿羊毛 保暖和舒适性再升级 这是我们今年的祈福商品 开运祈福锦囊带 像这样的开运福金包 它不仅可以厚杯 它还可以 侧杯 除了应景围巾 还有多款周边商品 美花造型面膜 两用式美花包 以及按不同用望 标榜有大师开关过的 祈福香包 元旦生期在祈福方认证的商品 也分享这波暖商机 记得张宇萱黄明君台报道 好多捨得啊